好 我要來講題目 題目就是我們以知 秉 秉以拔合時 秉 所以我們寫出這個串詞 好 再來 秉以丁連手與物品手 所以秉加盡等物 以秉丁連手勝甲物連手 所以以甲秉加盡大於甲甲物 甲秉丁連手輸以物連手 所以就一樣 好 這個一句 甲秉連手勝乙比連手 好 我們要排出物格人的力氣大小 所以這個會變成這樣 好 所以我們要從這裡開始找線索 首先我們知道丙代語 這是題目講的 再來我們要根據丙加盡等於物來往下 解除還有其他可以讓我們寫出答案的方法 好 丙加盡等於物 所以把這個放等物 可以消掉 所以我們知道以代語講 好 這裡也是 丙加盡等於物 好 我們還知道以代語講 然後我們可以消都消完 接下來我們就要看下面這一個 好 我們知道以代語講 以代語講 但是假加盡卻大於以加盡 所以這就代表 代表什麼勒 這就代表 這就代表 好 這就代表 丙 丙小一點 然後呢 丙加盡等於物 所以丙或盡 任一個 就只有一個的時候已經在小一步了 就只有一個的時候已經在小一步了 所以我們可以開始列了 所以我們可以開始列了 物大於丙 然後丙又大於乙 乙大於腳 丙小於丁 丙小於乙 丙小於乙 所以丙應該在這邊 好 所以這就是答案 所以這就是答案 我有一個疑問喔 請問你那個38跟39聯手 就可以贏31嗎 如果你考數學38跟39聯手就可以贏31嗎 可以啊 分數加起來就贏喔 喔 喔 39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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 好 來 好 給你給你給你 嘿 嘿 38加39 會贏31嗎 應該會吧 為什麼 什麼 因為38會一直叫啊 他就不得錢 來38上來 你可以 你覺得38加39會贏31嗎 看運氣喔 那這裡為什麼確保他 那秉加丁會大於他 會大於他 不管啊 這裡面合作就一定會贏嗎 他幾不獎的啊 OK 就是 38 比31 39 也比31 但是38加39 對我 就不一定比才依賴 當然還是有可能比才依賴 哈哈哈哈 好啦鼓掌